星雲法師原籍塗皮後 佛光山公布燒出的設立子照片 沒想到綠雲側翼粉磚只是毒瀾 竟然造謠說 這設立子是淘寶販賣的礦石貨 佛光山大動作反擊後 粉磚趕緊刪除文章 但側翼平朝罵天罵地 幫民進黨羞辱政敵 這會怎麼連佛教界都敢羞辱 幹嘛一定要去搞這種東西 我想民進黨這些側翼 奇蹟無比 唯恐天下不亂 對死者是大不盡 這件事情太過頭 這個社會還是不能容忍 藍軍偷媽這粉磚是民進黨的頭號 御用打手管理員林逸祥 過去曾被棄底 和前農委會主委曹啟宏 關係匪淺 而過去也曾抹黑韓國瑜 亂親小孩 被日本電視台NHK 認證是假新滾 粉磚還因此被檢舉下架 甚至曾語出驚人說 只要抗中保台貪污都能接受 而在黨質疑 連蔡英文和賴清德 都去追悼星雲法師 令側翼粉磚卻在抹黑造謠 難道綠軍打手已經囂張到可以辱佛 只是篤蘭這樣的做法 其實真的引起公憤 為了要做政治性的操作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機 網友不禁懷疑蔡政府動輒恐嚇百姓 說散布假消息要關三天 如今自己的側翼粉磚造謠 難道不用處理嗎 可是民進黨為什麼全黨上下 對這件事情悄然無聲 你們不是宣稱你們很尊敬幸雲法師嗎 結果說一套又是做一套 滿腦袋沒有是非觀念也沒有什麼信仰 令側翼誰在豢養可以無限造謠 樂此不疲 這回拿星雲法師做文章 再次突破人性底線 記得張老鵬去國豪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媽,聽說 好